華府的這個智庫 兵推了2026台海戰爭 之前我們都常常聽美國講2027 但這裡講的是2026 CSIS進行了24次兵推 然後還有一個名稱叫 下一場戰爭的手藝 好了 他在這個裡面呢 其實提到了幾個重點 他重點其實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 就算大陸解放軍犯台不會成功 而且多方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那麼就一個一個看囉 他談到的解放軍會如何呢 說將有一萬人戰死 損失155架戰機 138艘大型的船艦 這是解放軍 那麼但是美軍 美軍也會深受其害 說兩艘航母被擊沈 損失10到20艘大型的水面戰艦 甚至還提到了3200名美軍戰死 是3200名 另外呢 他提到的是 日本也會有所損失 比方說100架作戰飛機 26艘艦艇 反降呢 亮哥怎麼看 這個評估報告真的是 寫得亂七八糟 他說美國損失兩艘航母 對 一艘航母上面有5000人 對 結果美國只死亡3200 那船上難道沒人嗎 這是什麼算的呢 而且台灣既然只死3500 所以主要是美國在打嗎 但是美國不是都說不會出兵嗎 而且他還假設日本出兵 他說日本會損失100架戰機 然後那個20艘軍艦 艦艇 他還假設日本出兵 而且更離譜的是他假設 中國只動用東部戰區 他認為中國東部戰區沒有打贏 就算了 你認為中國政權有可能這樣嗎 不可能 怎麼可能呢 這什麼邏輯啊 中國如果這一戰沒有打贏 他領導人就準備下台了 那怎麼可能只打東部戰區呢 所以我說這一個報告 我真的是看了 真的不知道如何評估啦 因為這個還要假定 你美國如果會損失兩艘航母 你的評估如果是如此 那你還會介入嗎 因為你如果沒有航母 那美國怎麼介入 因為美國向來的打法 都是航母進來嘛 然後又航海空聯合作戰 那結果他航母都被摧毀了 是 那這樣子美國還會進來嗎 我覺得這個評估人喔 就是完全沒有這個政治 跟軍事互動上的考慮 那而且日本 日本事實上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所謂那個日本有勢是怎麼定義的 是要日本本土被攻擊啊 那他們現在在討論說 如果是日本領土上的美軍基地被攻擊 那算不算 那日本即使在這樣的一個題目上 都只把他理解為說 如果美軍基地被攻擊 那美國決定反擊 那日本可以作為資源 可以作為資源方 資源方 就是他要跟在美國後面了 是這樣在做定義的 對 但是美國好像不是要這樣做啊 美國不是就是日本要先在前面嗎 不可能嘛 那美國 美國既不出兵 而且又要日本 美國當然是希望所有的國家都在他前面 當然是這樣嘛 他只給武器嘛 他不要出兵嘛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 這個 這個兵推事實上已經傳很久了啦 那就是很多人都覺得莫名其妙嘛 所以就很少討論 喔 但現在就出來了 華府智庫這一篇 CSIS的這個評估 2026的評估 搞不好他提出這樣的評估 反而使得美國不敢出兵 喔 因為 所以他不出兵就更有正當性 3200人 假設是3500人戰死 這個相當於阿富汗跟伊拉克戰爭的一半 一半 死亡的一半 對 那我是嚴重懷疑他沒有算航母的死亡人數 所以搞不好他死亡破萬 航母一艘都有五六千人 是啊 保守估計五千人好了 兩艘沉默至少超過一萬人 對嘛 所以 這個還沒有算說旁邊的護衛船團 護衛艦隊 那個算是 蔡委員講的是戰鬥群 是啊 打擊群啊 怎麼可能吃了打航空母艦 其他的船艦不打 不合理吧 當然老共損失100多艘很嚴重 但美軍損失兩艘的航母打擊群 戰鬥群也很嚴重 美國能不能承受這種不可控的損失 如果老共你說他為了國家利益 和那個領土的不得分裂 他是有決心這麼做的 就是老共他有覺得要換這樣代價 我就用這樣代價 那美國人敢不敢 就是這是一個賭注 就是戰爭的風險就在這 所以美國為什麼CSIS 要做了十幾二十次這樣子 做這樣的一個兵推 其實也是警告五角大廈跟華府 然後你開戰之後的代價 台灣當然 今天中國時報有一個新聞就說 美國他就是把戰場設定在台灣 那台灣周遭的海域 如果發生這麼史上 這大概是會是成為 上個世紀二戰以來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海戰 超過美國跟日本當時的海戰 那如果海戰發生在 敬平你講的就是現在這一篇啦 對 我們鏡頭有帶到 就是這個標題 還有是美國戰場設定在台灣 那當台灣周遭的海域 出現這麼嚴重傷亡的 美國跟中國之間的海戰 台灣的陸地會幸免於難 我跟你講大概就是也很可怕了 陸地這戰場也是非常激烈 絕對不會輸給那個阿富汗 或者是這個烏克蘭 尤其烏克蘭 國土是台灣的幾十幾二十 十幾十八 十七十八倍 它六十幾平方公里 六十幾萬平方公里 那台灣這麼小 那個戰火幾乎遍布 每一個角落都會有事 除非你爬到玉山上面 市長委員 所以剛剛其實近平在講嘛 這個一艘航空母艦 上面五六千人 那難不成他這個兵推是 一艘摳的航空母艦嗎 所有的美軍 全都下船去度假了嗎 不可能啦 然後那個船就是一艘空船 就停在那個港口 停在那基地附近嗎 他只能假設說 遭到攻擊要沉沒之前 很多人救得出來啦 他只能做這種假設 沒有全部沉到海底裡面去 就是像剛剛那個半潛船 但這個假設是有問題的 因為航空母艦為什麼會被擊沉 就是因為遭到東風快遞的飛彈攻擊 而且是標準的直接擊中 它才會沉下去 問題是你直接擊中 那你殺了你還有時間去救啊 我這個很懷疑這個 這個可能性太低了 是 第二個 他說台灣軍隊只有三千五百人傷亡 有沒有搞醜啊 因為大陸如果要攻擊台灣 一開始不是飛機耶 一開始是飽和式的飛彈攻擊 所有的軍事設施 所有的機場 所有的遊庫 才會三千五百人嗎 不可能 連軍隊都不可能三千五百人 這個數字 我們打個比方 這個伊拉克也沒這麼少啊 敘利亞也沒這麼少啊 那何況阿富汗也沒這麼少啊 那我們台灣本事在哪裡啊 這沒道理的嘛 所以怎麼看都覺得相當的不合理 我是覺得 這個 我就是覺得這個CSIS 就純粹在這個一個智力訓練 可是訓練起來它的智力 好像沒有很夠的樣子 好 不過亮哥 除了台灣 台灣一方面 您之前也強調 美國要把台灣烏克蘭化 提了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 如果現實層面去觀察 今天其實呢 你說是不是真的逼著台灣 要來打巷戰 可是問題是 烏克蘭還可以從其他的 臨近國家 那麼呢 有提供武器的武器啦 不管它是不是老舊的 軍事援助 看起來不是難事 可是台灣就一個島 請問一下 到時候真有事了的時候 我們是要怎麼樣 能夠像烏克蘭一樣 被提供這些軍事武器 國防武器 請問一下是要怎樣 空投嗎 不可能 不可能 對 所以現在 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沒有辦法提供軍員 是 所以 因為烏克蘭的鐵路密集度 大概是東歐地區最高的 台灣沒有辦法 事實上 圍台軍演 事實上 如果他 不讓這個 船艦可以進出 那你武器怎麼進來 就是 就不可能了嘛 根本就進不來 所以怎麼樣都覺得 那就靠台灣自己想辦法 他上次做的並不是完全的封鎖 是 如果真正的完全的封鎖 你連天然氣也進不來 然後 武器當然不用講 武器更敏感 對不對 那你如果是 美國用 比較大的運輸機 或貨運機 要把東西空投到台灣 那可能在經過的時候 就被炸下來 是 因為 這個 解放軍一定有這樣的能力 海皇XO干貝醬 這一款干貝醬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